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谢尽还复来 任君在阁最为乐 但需一次三千体 两千七 两千八快进去 这是清朝末年的第一起案 举人杨乃武被误告与小白菜和谋毒杀亲妇格小大 在连番诉讼后 此案轰动朝野 甚至惊动了慈禧太后 最终导致了数名官员乌纱不保 举人杨乃武家境殷实 平时靠着收租为业 这天杨乃武在收租时 意外看见了租户的女儿小白菜 随即就被她清秀的容貌所吸引 恰好这是租户说生意很是惨淡 租金都凑不出来了 于是杨乃武便顺水推舟 让小白菜去她府上工作 并且还会给其父母一百两银子作为报酬 小白菜听完后虽面露羞愧之色 可很快就欣然答应了 原来刚才和杨乃武的初次相遇 已经令到小白菜情窦初开 很快小白菜就来到了杨府 可大奶奶一眼就看出端倪来 于是便对小白菜出言嘲讽 说是说傅管家 不过呢 跟丫头没什么分别 闲来一样要打扫 屋里上下什么都要做 并且还警告小白菜 不要做出伤风败德的事情来 说完这话后 又对着杨乃武一顿撒娇 随后两人就玩起了巴萝卜的游戏 好在杨乃武的妹妹很是随和 与此同时 因为小白菜的父母收了一百两银子 很快就遭来了杀身之祸 两个歹徒这晚闯入屋子后 直接杀人越货 小白菜得知父母惨死的消息 自然是悲痛万分 正当他哭得梨花待遇时 杨乃武因爱怜心上人 他悄悄来到了小白菜的闺房 本想着趁虚而入 可就在关键之时 小白菜却熄了火 如果少爷真的对奴卑有意思 请多等一年 带校服一出 小白菜愿意为生为妻 到了第二天杨乃武因为生意上的事 需要出一趟远门 临行前他叮嘱妹妹务必好好照顾小白菜 可杨乃武万没想到 自己的夫人可不是省油的灯 自己这边前脚刚出门 后脚夫人就让丫鬟给刘公子送去了一封信 刘公子乃是本地之府刘大人的儿子 他生性放荡不堪 收到信后刘公子顿时乐开了 随后立马就将信给烧了 可因为太过激动 没等信烧完便急冲冲赶去赴约了 天客后房间内传来了奇怪的声响 小白菜出于好奇便跑来查看 并被房内落眼睛的画面给震惊了 一个不小心就摔倒在地 房内的二人听到动静赶忙出来查看 结果正巧看见了小白菜的身影 仇事败落后 杨夫人自然不会放过小白菜 他索性就将小白菜许配了一户人家 此人正是格小大 他虽然样貌丑陋 可却有着过人的长处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小白菜偷偷观察了一下格小大 结果顿时吓得花容失色 小白菜虽然很不想嫁 可是身为丫头的 他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没过几天 小白菜就被几台大轿迎娶过门了 与此同时 杨乃武在赶夜路时 无意遇见了两位奇人 这其中一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徐大侠 接下来的场面更是令到杨乃武大开眼界 眼前的男人正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空中飞人云中龙 他的一招无敌风火轮更是令到无数人顶礼膜拜 杨乃武在赶路途中 意外撞见了云中龙夫妻在切磋武艺 并被其高超的记忆所折服 随后几人在一番交谈后 发现彼此相见很晚 杨乃武和云中龙就此结为了一姓兄弟 云中龙是一名侠士 他整日四海为家 临走前他叮嘱杨乃武 如果日后遇见了困难便可来找他们 几日过后杨乃武办完事回到家中 却得知了夫人将小白菜许配给了葛小大 他顿时怒不可恶 接着便将夫人一顿毒打 这天刘公子在街上意外撞见了小白菜 并且还上前调戏起来 就在这时葛小大正好赶到了 他出手就将刘公子打倒在地 刘公子没有占到便宜 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他很快就找到个毛山道士 花仲金球到了一张隐身符 到了晚上刘公子贴上黄服后 悄悄潜入了小白菜的房间 就在刘公子奋力拔萝卜时 葛小大及时赶到了 可因为刘公子贴了隐身符 葛小大并不能看到他 并且很快就被刘公子打成了重伤 而刘公子则趁机逃脱了 杨乃武德之消息后前来查看伤情 通小医术的他给葛小大写了一副药方 又让小白菜去自己经营的药铺抓药 可不料小白菜去抓药时 正巧被杨夫人和刘公子撞见了 刘公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在原有的药方上加了一味猛药 毫不知情的小白菜抓完药后 送到了丈夫面前 葛小大在喝完药后立马药效发作 并且很快就一命呜呼了 小白菜因此被带到了公堂之上 因为药方是杨乃武所写 他也受到了牵连 杨乃武仔细查看了药方 发现的确是自己写的 可在末尾处却凭空多出了一味药 杨乃武知道是被人诬陷的 可幸好他是举人 按照大清律例 官府不能对他用刑 可还是被关进了大牢 而小白菜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被各种酷刑一顿折磨 尽管如此 小白菜还是没有认罪 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 刘之福只好作罢 决定将此案改日再审 等刘之福回到家后 刘公子把事情真相告诉了他 暴揍 可打归打儿子还是要救的 于是他决定把罪名 全部推到杨乃武身上 第二天官府的人 就对着杨乃武言行逼供起来 先是在地上撒满了碎片 然后让他强行跪着走了过来 可杨乃武这时仍然不肯招供 眼见如此刘之福又使出酷刑 他让人将杨乃武的指甲全都拔了去 最后在一番折磨下 杨乃武终于驱打成招了 很快杨乃武就被打入了死牢 就在妹妹探监之时 拿出了刘公子上次没有烧完的书信 这时杨乃武才知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夫人和刘公子的阴谋 他悲愤不已 如今自己身陷牢狱 想要获取清白 只得上京告狱状了 随后他便让妹妹去找自己的结拜一兄 云中龙帮忙 不料刘之福已经算到了一切 他找人在半路埋伏 想要结果掉杨妹 还好危急之时 云中龙夫妻及时赶到 几招就打跑了匪徒 在了解整个事件来龙去脉后 云中龙夫妻一路护送杨妹上了京城 巡抚得知此案后决定重审 有刘公子和杨夫人的书信没证 两人的私情被曝光 刘之福因逊私亡法 被摘去了乌纱帽 发配边疆直到老死 刘公子和杨夫人则被处以急刑 杨乃武和小白才终于沉渊得选 电影到此结束